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希望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国产文旦进入了盛产季节 农委会研拟外销 内销 加工等措施 也设置了企业团购平台 期盼透过企业号召力 鼓励民众支持国产 也提高文旦销售量 也信心满满 今年外销日本的产量会大幅提升 一香香的文旦又是松礼自用的好味道 目前国产文旦进入盛产季 也是中秋团圆常吃的水果 农委会为了确保农民销售管道顺畅 研理国内国外外销加工等产销措施 设置企业团购预售平台 借由企业号召力提高销售量 农民他面对了更多的看天吃饭 台风暴雨 盐水 旱灾 甚至各方面全球都滚烫烫 他们面对了很热的天气 都要在很辛苦的去把一年一次的 粒粒的用纸 粒粒辛苦 怎么去种的好 而且就要看天吃饭 还要看对方的脸色 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我站在农家子弟 我很觉得说 禁一分的心力 也被企业禁一分的责任 所以说我听说有这个活动 我不太一步融资 我很高兴的 来参加 我们农民很辛苦 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事实上我们台肥公司也是供应很好的肥料 我想很好的肥料 然后结合我们农民很好的种植的一个技术 那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消费者来品尝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想 在今年我记得二月的时候 我们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凤梨世家 那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也是 共襄盛举来帮忙把这个凤梨世家出去 那上我们后来 现在我们弄了一个平台 就是把这些 我们的这些农产品给消费者 但是后来台肥公司我们也弄了一个平台 因为很多我们后来发觉说 很多弱势团体 他真的没有办法享有 享用这些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 那后来台肥公司就是 把这些我们帮忙 农民的这些农产品 然后透过一些通路 把它到我们很多偏乡的 一些小朋友上面的一个 甚至他们很多人 搞不好从出生到长那么大 都没有吃过那个凤梨世家 所以他们很多脸书 把它放在他头上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所以说上个礼拜有听到书里面 会里面有这个活动 我想台肥公司也一步从此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离中秋节剩两个多礼拜 怎么把所有辛苦的农民 一年只有一收的文旦 把它卖一个好价钱 这个绝对是农委会的责任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所有农产品 那只要有一些产销的相关的议题 其实我要非常感谢所有在座 以及许多的企业的共享胜举 你们做ESG或做社会企业 可能花50万100万或1000万 其实这样的一个金额 对所有的农云民帮助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跟各位报告 过去所有这几年 我想我们署长这边非常的辛苦 我们月署张署长也非常辛苦 我们还有序幕处 我们所有的农云区产品 就只有一个目标 绝对不能让它的价格低于成本 所以我们不只做了产销调节 当市场有时候不归咎于农民的时候 政府更要大力的出手 我举例来讲 今年就是因为中秋里白路只有三天 所以一般农民都在白路上下采收 可是如果在那时候再采收 那绝对来不及中秋节 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七公顿 七万公顿的全国的文旦产量 要来行销到国内外 那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所有的措施里面 现在的外销已经快五百公顿 我们希望再两个礼拜达到三千公顿 那外销有载走 它的产地市场 就会有不断的来维持一定的价格 那我昨天到花莲 那现场 那我们有一个外销业者 跟农民五公斤装的 买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好 而且它本来是要六千箱 三十六公顿 那我说你可不可以一百公顿 他说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产地价格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可是不只这样 大家知道那个文旦 又其实也有可以做不同的分析 我们昨天在花莲办了一个记者会 文旦其实是A级果一定要给消费者 可是比较大果的 它可以做很多的精油 它可以做其他的果肉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 农粮署本来预定目标是两千五百公顿 去做加工 可是我们现在呢 至少会到三千四千或五千公顿 去做加工果 市场上如果有加工果在收的话 那它更会有价格的支撑点 那其他的优质果 A级的就是要来透过 我们所有的内销 所有的通路 以及各位的企业采购 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加工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内销 那内销里面 首先真的感谢各位 那不只各位的 今天具体参与这样的记者会 也跟各位报告 这几个礼拜 所有的企业共乡盛举 我们现在透过农科院 那获得的企业订单 是13万箱 一箱是十斤 未来会朝20万箱的目标 来前进 这20万箱 我们绝对保证 会直接到产地 跟农民采购 而且价格绝对要比产地价格更好 让农民的这样的西国一年一收的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障 那除了这个 我们的所有的企业订购以外 我们各大通路 不管全家 不管加热湖 或全联都大力的在卖 我们的文旦 那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消费者要购买 除了到这些实体 我们还推了电商平台 全台湾 所有的电商平台业者 也配合农委会 那我们里面 有非常好的优惠 国内各大通路 也推出促销活动 有满500 限折100元活动 也有抽好礼 加码抽农油券项目 欢迎民众来享优惠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企业 的这样的认购 都是从社会企业 从ESG的角度 企业他们是要来协助农民 这特别感谢所有的企业界 那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文旦的产销 长期以来 本来就是受到许多 我们企业的喜爱 因为台湾的农业区产品 品质非常好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 更是送礼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个 我们这一边 有收到 至少五六十家以上的企业 要再来订购我们的农产品 那我们当然会 把这一股力量 透过我们的产销调节 维持好一定的价格 所以企业的采购 其实是共创了三营 它让我们的企业 可以达到ESG 或者是社会企业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社会企业的采购 可以让包括文旦等 农业序产品维持一个很好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 农民只要价格高于成本 他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来耕作 达到农业永续等三营的目标 我们前几年几乎没有 外销文旦到日本 去年四十六吨 今年目标绝对会超过好几倍 那执行的部分我请 署长跟各位报告 是在两年前我们已经中断了二十几年没有出口的这个日本市场的温炭 是因为要做出口日本的话必须要做十二天的低温 要一度息以下连续十二天 然后经过检疫官检查合格才可以出去 所以成本很高时间很长 因此中断了二十年 前年我们事办跟台南市政府 还有跟马多农会 第一年十三公吨 去年四十六公吨 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才文旦开始采收 我们已经收到六十六公吨的订单 那我们要朝一百到两百公吨之间的这个目标来前进 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达成 因为过去两年在日本 我们所做的广宣 已经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了解 同时他们也知道 文旦是秋季的水果 不是中秋季当成的水果 所以我们会在白鹿之后 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 我们还会陆陆续续来出口到日本的市场 我想非常感谢麦当劳 还有摩斯 还有义美等重要的食品加工业者 他们都很乐意的来采用石斑鱼当加工的原料 那麦当劳目前还在研发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食品加工业者 会积极的采购我们的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汉堡王 要用我们家乡的红豆来做成我们的牛肉汉堡 这些就是表示 现在许多国际的大厂 因为全世界的原物料高涨 因为现在的可能的船运成本也在提高 再加上像我们陈桂光同事长讲的气候变迁 正在影响的全世界 所以这一些重大的食品厂 为了确保原料的来源 都积极的开始使用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农产品 如果有一定的进度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的来对外说明 所以感谢提醒 那个中秋节要吃蚊蛋 但也要记得考试班 蚊蛋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 不仅是中秋节应景水果 也是适合日常使用的石令水果 农委会邀请消费者 中秋过后也能持续支持国产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要迎接中秋节 渔业鼠结合了全台20多家的渔会 产销班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提供民众中秋节烧烤食材 与秋节礼盒的新选择 渔业署署长张志胜 也和主厨黄景龙 利用石斑鱼白带鱼等海鲜 现场示范烧口料理 三二一 请接开我们的礼物行动 我中生江流华 严会响宴 请现场开我们的一切热情的掌声 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为了推广国内优质的水产品 农委会渔业鼠特别举办中秋海鲜 享宴推广活动 渔业署署长张志胜 特别和餐厅主厨黄景龙 利用电烤盘来示范烧烤料理 运用台湾雕 石斑鱼 白带鱼 竹甲鱼 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烤鱼真的很简单 记得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鱼肉 不要过度的调味 第二个就是抹酱 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 这我倒不知道 抹酱只要抹一遍 对 因为之前是鱼肉很容易熟 对 所以这个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要吃到鱼肉的鲜甜 鲜甜的味道 当然抹酱就不要抹太多 这个是和风烧烤酱 也是我们龙师傅特调 对 感觉我们署长就是常常有在下厨 很熟练 对不对 署长看 因为想要吃鱼肉就要自己煮 好就这样子抹一层就好了 抹一层就好了 还有第二个秘诀就是说 我们的鱼肉要多带一点蔬菜 是 然后吃鱼吃肉也会有菜咖 所以会带一点像这个红甜椒 葱段 或者是金针菇等等 确实没有错 所以看它的甜椒 也可以看到这些葱 葱段 还有洋葱 洋葱等等 味道就非常的丰富 感觉很健康 而且色香味俱全 真的很棒 家里有长辈或小朋友可以吃 因为里面就是用非常多的这个白菜 然后还有一些焗烤酱 那最主要是用我们国产的台湾雕 雕鱼肉放在里面 其实它跟白菜口感是一样 那再来这个在家里焗烤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电烤盘下面可以焗烤 但是上面呢 你要有点焦的焦化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喷枪 稍微给它喷一下 对 让它有点焦化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这个烤箱里面去烤 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要让署长来完成的 就是把这个新鲜的巴西粒末呢 可以把它均匀的 对 直接撒在上面 对 对 来 我这边有一个手套 对 看一下 看看我们署长 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厨 对 而且很均匀很有美感 对 有红有绿 然后最主要是白菜的这个营养 跟我们这个台湾雕鱼的鱼肉啊 整个结合起来 对 渔月署这几年来 跟我们相关的单约 我们把这些渔民团体 渔会 甚至有渔月的农会 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在中秋节这段时间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 尤其是配合我们中秋节 国人一般习惯就是烤肉 烤肉这样的礼盒里面 有很多鱼餐品 水餐品的组合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我们这次组合了24家的渔民团体 包括我们的鱼市场 都推出不同的组合 那整个商品将近100样 将近100样 那推出这样的组合 最主要是水餐品真的是 人类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台湾又有很多 很好的水餐品 包括海洋捕捞的 包括我们养殖鱼业的 那这些水餐品 都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 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 其实对提升我们国人的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那那个鱼的很多好处 我就不用再一一重复 真的是过去中秋节烤肉 那现在烤鱼 或者是不一样的商品 这样的组合 其实让大家觉得 过中秋节是非常的有趣 团圆 何家团圆又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我们在这些 水餐品里面 当然也有考虑到说 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那个 我怎么样能够去烤得很好吃 然后让这个水餐品 能够体现出它本身 很好的营养 还有很好的风味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 我们那个台菜王子 我们讲龙师傅 龙师傅 那我们合作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都学到几样的技术 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用得上 那就觉得 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买鱼是很复杂的事 也不要再觉得说 要判断那个鱼 新鲜雨火是很复杂的事 那有时候买到说 是不是买贵了 那我们这一次 这些渔民团体 所提供出来的组合里面 其实里面有不同的组合 那鱼的新鲜度 绝对没有问题 那个从养殖池 或者是从捕捞开始 我们对鲜度 就有做相关的管控 那我们这几年来 也提供了很多 我们这渔民团体 去新设一些加工厂 或者是我们冷链设施 就是希望这个保鲜的部分 能做好 那现在再加上 现在宅配的技术 都非常的进步 所以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不但是说 这个鲜度没有问题 而且营养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 渔民团体非常的贴心 这些水产品在产地 三去三清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到你手上的时候 只要花很少的时间 马上这些产品 就能够来烹调 就能够来烤 就能够来煮 所以马上就能够来食用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在推的 很方便可以买得到 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买得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 煮鱼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金融区一会推出一个中秋礼盒 送我们自用两箱鱼的 我们里面有我们国产的 两条丝斑鱼 还有两条五仔鱼 两片台湾鱼 更加上我们现在当地盛产的小茧 送一包小茧 当地盛产这个时候最夯的小茧 买一盒里盒送小茧 宅配到家一千两百块钱 其实像国产的一个钓鱼片呢 它没有刺 所以它很适合跟一些像白菜啊 来做一个焗烤的模式 那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类 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小番茄 然后带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啊等等 然后用焗烤的模式呢 不仅那个家里的长辈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刺 可以安心的使用 今年在这个猪驾鱼来做一个烧烤的部分呢 可以把猪驾鱼它的这个 呃内部可以搭配一些食俗 例如洋葱啊 或者是葱段 或者是炒过的杏鲍菇 那再来在烧烤的时候呢 可以在单面做一个烤肉酱的一个涂抹 然后保持鱼肉该有的一个鲜味 那最重要呢 可以用现在时令的这个中秋的柚子 吃完的这个柚子皮啊 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 撒在这个烤好的猪驾鱼上面 可以更增添许多的果香哦 这次的推广活动结合20多家渔会 渔市场等渔民团体 推出了近百组的国产优质水产品 渔院署指出 民众只要透过渔业加年华 买鱼去平台 动动手指 各类烧烤的食材与中秋礼盒 都可以直接宅配到府 平台也正式导入了台湾配 并推出满额折底等多项好康优惠 那这边有一个好消息 来跟大家分享 那为了给消费者 能够有一个很方便 多元的支付的方式 那土地银行和鱼业署合作 那我们推动了在 GoFish买鱼去官网 能够用台湾配来做一个线上支付 那这个支付能够 而且从8月22号就要即将上线了 那为了配合庆祝 这个GoFish官网上面 台湾配的一个上线 那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 GoFish买鱼去 用台湾配满签 则200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土地银行主办 那当然还有财经 还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库来做一个协办 那总回馈金额有到55万 刚刚土银的两千里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一次也引入台湾配 台湾配那从下礼拜开始 只要买1000块 就会送200块 但是这个有限量的 好像是有限量的 所以手指要快 手指要快 要赶快从我们网站上来买 那第二个当然配合我们农委会 现在推出来的 中秋节吃文旦吃石斑 所以我们配合农油券 只要消费满600块 我们就有每张200块的农油券 那这个有30万份 那消费者如果买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来抽 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更大的优惠 就是我们鼓励很多公司 行号团体 你能够来买 如果买1000份的礼盒 还会再加上100份 那当然最重要的 很多消费者说 我只买一份怎么办 买一份也没有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里面 就是免宅配费用 就是免宅配送到家 那这个就是配合 这一次整体的活动 能够提供最新鲜 最好吃 然后最健康的水产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 秋天是吃鱼的好季节 鱼业署推荐经济实惠 又营养满分的国产水产品 是今年中秋烧烤 与送礼的最佳选择 欢迎民众多多采购 以行动来支持台湾渔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 与老松国下 在以万华实践勇士 从乡土看见世界为主轴 结合万华社区大学 勇士班队的课程 与在地的伙伴 共同分享各自的勇士行动方案 展览中还有用宝特瓶 和吸管制作的艺术品 欢迎大小朋友前往参观 为了鼓励大小朋友 认识与了解联合国 永续发展目标 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实践 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 与老松国小 举办万华永续生活实验计划特展 展出内容以环保生态 循环永续 施法自然 节能减碳等议题 结合万华社区大学 永续班队的课程 与在地伙伴 分享各自的永续行动方案 从社区出发 让民众看见环境教育 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这次万华永续生活实验计划的特展 基本上是由我们老松国小 跟相组教育中心 特别邀请我们在地 针对我们这些 特别是像联合国 最近不是在推所谓的SDGs 这样的一个有实际项指标 那这些指标呢 其实对我们一般民众而言 其实感觉上好像都很遥不可及 但实际上 这些不管是在环保议题 或者是对于这个生活减碳 或者是水资源 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些 包括像社区大学 包括我们这些 像在地的一些藤雲礼 邻里办公室 还有一些商圈的组织 还有一些社团 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课程 这样的一个实验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计划 只是一个开端 那希望之后能够慢慢的推行在我们万华区 特别是万华区是一个老城区 感觉上好像很多东西都比较破破旧旧 但实际上透过这些老东西 其实这些资源只要放对的地方都是黄金 展品这部分呢 我们有邀请一些地方的社团 那像特别是像有一些 这个大理服饰商圈 那他们针对有一些衣服的衣料 他们把它做成像环保袋也好 或者是比较二手的衣服呢 做成提包 做成环保袋 那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志工 他把一些原本我们生活中废弃的 像什么锅碗瓢盆 他把它做成像石钟 然后还有一些像宝特瓶 他们来做其他的一些动物造型的一些 这些展品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关于民众来参观 基本上来讲 一个社区需要有九个议题要谈 是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 然后呢 有绿色健康的街道 改善空气的品质 净灵碳的建筑 润性及永续的能源 还有零废气 永续食物跟粮食 还有绿色的投资 以及任性及永续的在地工程 社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地连结 所以我们才愿意接受 承办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目前刚刚我们进行的 今天在这里展出的 就是跟这些议题都是有关的 但是不是展出而已 展出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开始推动工作坊 要去谈查在地的议题 然后对这个议题 还能够提出永续解决的方案 然后结合社区的资源 一起来面对 这个展览只是一个开始 展览中还有乡土教育中心志工 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吸管 以及宝特瓶创作出的艺术作品 以及透过真实的房屋改造案例 展现永续发展的精神 我的想法就是说要有一个诱因 让小朋友还是有兴趣的一个人士 会参与我们这个环保的议题 像我做的一些环保的那个宝特瓶 坦克车 直升机 火车这一类的 它很有吸引力 还有我用砧板 会去的砧板 把它做成一个会动的眼睛 眼睛会吸引小朋友 为什么那个猴子的眼睛 为什么会动 就吸引它要有一个诱因 它才会参与这个环保的一些事物 是这个原因 回馈它会一直问 问题说你到底是怎么会去想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平常就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你要去创新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子才有吸引力 我最主要我的专场是剪吸管 吸管是我的专场 我有那个街头艺人阵仗 因为吸管对我来讲 是家庆就熟 我可以变化七八十种的动物造型 像枪尼代仆 那个关羽 很多的那个东西 这次参与的作品是我们汉德的学生 真正有实际要改造的房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基隆和平岛上的一个冰店 那他们真的透过那个旧房子的改造 然后把他的结构 把他的隔热做出很有跟之前很极大的差异 他们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最后这个改造的房子也成为一家冰店 所以我觉得就在隔热 然后让舒适这方面真正是用冰来呈现 算是一个很好的连结 所以汉德这个学校其实主要的理念就是 想要帮助下一代成为一个具备国际视野跟永续方面 这样子的未来青年 所以课程的准备也就是完全针对从实验教育的精神 来帮助他们一起去进入永续建筑这个领域 所以课程的规划上就是以美学作为一切课程的基础 然后因为汉德是跟德国的教育机构做连结 所以如果需要盖一栋房子的话会有两根重要的支柱 一个支柱是德文 要他们具备国际交流的德文能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建筑的课程和永续做连结 那最后要撑起一个房子的屋顶 就是要打造永续这样的目标 那里面这个房子会有很多的门很多的窗 会有形形色色很丰富的变化 那这些都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去架构出 这个学校的课程当中就要表现的一个样貌 展览自即日起到9月4号 于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免费开放 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参观 还有永续生活体验课程 相关讯息可上台北乡土教育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等一来看 玉城基金会 今年再度与莱尔富合作 推出门市捐发票 邀请艺人Lulu担任爱新大使 与汉儿们拍摄公益广告 副市长黄生山也出席记者会 与汉儿们一起制作月饼 用行动力挺 号召社会大众 办公处汉儿们培育就业能力 艺人Lulu 黄璐子英 与汉儿一起在月饼上刷上金漆 副市长黄生山则是撒上紫色地瓜粉 为月饼装点美味色彩 玉城基金会 今年再度与莱尔富合作 推出门市发票捐 并且由Lulu担任爱新大使 与汉儿们拍摄公益广告 Lulu说拍摄广告过程 让她感受到汉儿们 对工作的认真与坚持态度 但对汉儿来说 这并不容易 当他们踏出家庭 他们能够付出服务 不再只是受人照顾的角色 能够工作 智力 就是最大的价值 用爱力挺 汉儿就业梦 一起支持 玉城基金会 汉儿就业能力培训计划 您的好选择 我们好工作 其实我们这个影片 其实短短的一分半 但我们花了两天来拍的 对 然后就是 这两天跟大家相处 其实非常开心 所以我到现场的第一秒 到离开都是 因为我们第一天 就是在这边拍的 所以一进来 没有入境那几位青年 其实像我们刚刚进来 是一进来在楼下 我们刚刚一记者会同时 也是听到很大声的 你好 你可能会感觉到 每个人都非常有活力 然后很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并且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工作充满热情的 真的 影片当中其实也印在这个首作月底 对 对 他很专业 对 你真的想做什么 呃 我要到印度 有 修 佛法 可以帮助一些人 哇 这个很大爱 很有大爱 对 真的 小鱼是修习佛法 帮助大家 对不对 那当然也很好奇说 小鱼你在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你首作月底 你做了哪些口味的月底 嗯 档黄书 LITTLE PON 金蝉书 半月梅 年龙 好多喔 真的多喔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在所有青年们的身上啊 我就是反而可以找到那种很单纯的快乐 很乐乐 所以也很感觉 很开心可以这次跟郁城合作 是 除了可以找到很单纯的快乐之外 当然工作的热忱也是 是 然后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 这种成就感 你不是向外去追求人家要对你肯定或是干嘛 你只要 我学会了一个点餐的技巧 我今天可以折一个月饼的盒子 我就觉得我自己超棒 是 对不对 真的 你们都好棒 对不对 百忙中抽空前来的副市长黄珊珊 也以台北市政府大家长身份 勉力憨儿勇敢实现就业梦想 同时号召社会大众 捐款力挺憨儿们就业培训计划 我刚看到宝贝这样跳舞真的好开心 其实他们真的是天使 那今天来这边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要先谢谢郁城基金会 在台北市的社府上面做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给我们的资料 其实我要特别的来向理事长致谢 我们有台北市合作的两家庇护工厂 四家生障社区的日 小作手的日间作业设施 还有六家的生障机构 一家的早疗机构 其实一直都是育成基金会 来协助台北市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台北市公司部门的合作呢 目前为止有十家 也是育成基金会提供服务 我们有82家生障设施 有十家就是育成基金会 那82家里面有一半呢 都是科市长任内新增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112年到115年 我们还会再新增三四四家 也就是台北市的身上设施会 服务量能会继续的扩大 因为各种不同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可能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很多的协助 所以有基金会来协助我们公部门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刚刚看到 可能我们除了教他们一些技能之外 让他们能够就业之外 其实政府可能还要做一件事 我在这边跟理事长报告 我们社会局曾经想过一件事 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想 那我们老人卡不是有480点吗 那480点的时候 很多长辈说他用不完 他不坐捷运不坐公车 其实我们真的很认真的研究 是不是把这480点 因为很多民众让他去买东西 可是买东西 那么多店家 我们就觉得不知道买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研究是 是不是开放480点 让他们买庇护工厂的东西 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 第二个也可以让长辈 真的没有用到这个480点的时候 能够来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因为庇护工厂它的分布 在台北市没有很均匀 所以目前为止 我还正在思考将来怎么样让这些相关的资源 可以用在最需要的人 这个我们还没有成功 这在讨论中 但是希望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些庇护工厂的孩子们 让他们在他们就业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两年疫情非常的严重 一般的商店都不用说了 更何况是我们庇护工厂的相关的经营更困难 所以谢谢这次有莱尔夫的支持 我想接下来抛砖引进更多的企业 一起来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的孩子 能够最重要是他能够自己自主养活自己 然后就业然后得到他最大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府跟基金会一起再继续努力的 由于身心障碍青年就业本就不易 却可透过专业培训进入庇护工厂或在外就业 不只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也能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实现梦想 这30年我们服务的目标非常的准确 就是它的IQ在70以下的 从零岁一直到中老 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 除了30%的部分 是需要完全的照顾 为患洗澡之外呢 可能就是70的部分 他们就是要就业 我们刚刚感谢乃尔顾的就业的宣导 募款 那这70呢 就是我们家长跟我们社会 我们政府最了解关心 也是最烦恼的 要怎么样处理这70% 当然这个部分呢 很多种有轻度 重度 重度的都有 那我们的就业呢 除了皮肤工厂 自私性就业 竞争性就业 还有现在刚学校毕业进到作业手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这些人没有这些地方来收容的话 他们在家里确实是我们家庭的一个很大的重担 那希望说我们育成在整个从零到中老的服务里头呢 能够帮助我们每天同时帮助的家庭有1500多位 就是我们现在提供的每天 我一直到双北到桃园 我们服务大概范围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希望呢 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知道说 这些新制障碍者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 他们其实像刚刚他们的 他们也可以做一点事情 也可以替社会做一些事情来回馈社会 那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经济面的这个成本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的帮助的一个新制障碍者 让他家庭父母能够到服务社会 这也是一个新制障碍的一个回馈 如果说这些家庭 1000多位啦 我们服务的每天的这些家庭 如果没有我们来服务的话 那么这些他们的父母甚至于手足 确实都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服务 你知道家庭有一个身心障碍者 这个负担是 不管他多重或是多轻都一样的 父母的心理重担是非常非常大的 议员憨儿就业梦发票捐活动 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 邀请民众一起响应 帮助推展憨儿就业能力培训 实现憨儿们的就业梦想 议员憨儿就业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时 陛下就能陪伴您继续前行 这一生如今已享彻了20周年 悠悠卡公司举办20周年庆 结合线上线下优惠与展览 要持续给民众更便利的生活品质 一月到七月 它的累计的消费额度 然后去换算它的减碳量 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朵 属于他自己的虚拟之花 悠悠卡一滴就能知道您为了地球永续 付出的减碳里程贡献 长出的花代表着属于自己的未来之物 悠悠卡发行20周年 纪念活动结合线上游戏与展览 让民众能够与这张陪伴自己多年的卡 互相了解 那今年悠悠卡20岁了 20岁它也见证整个台湾科技的进步 它最早只是搭捷运 后来就可以开始扩展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后来变小的支付 那后来在悠悠卡上面开始发展悠悠物 所以一卡一通一步 整个串联起来 那么其实将来会怎么发展 现在很难预料 我每次讲说 URNIMITI BY YOU MEGIC 就是说只有你的想象会线索住你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悠悠卡 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来讲 连那个点名都可以用 因为那个点名逼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会 就一个QR Code上去了 大家拿手机出来开始点 因为台北通的话它是失明字 我们都要点名方便 那台北通连接一个红卡 所以入口处一个刷卡机也可以 或是荧幕上打一个QR Code也可以 所以坦白讲 将来用红卡会再怎么发展 现阶段我都觉得很难预设 不过几个精神是一定在的 第一 创新 反正就是随着时代的需要 它就一直加上去 所以从最早的一个交通票证 到今天已经是小而自负的一个大公 还有一点啦 它已经是变成台北市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每个人身上不是一张约约约卡 大概我刚才 马总统在讲说 他离开的时候是670万张 那现在已经超过一张 所以比方说 这样算起来 每一个台湾人民 身上有四张约约约约卡 这算太多了 听说他们赚那个卡的钱 比赚那个还多 这个 不过这样啦 那既然是创新 就是一个市民 每一个市民都有 平均只要一个人有四张 那 所以它普遍化 但是这个普遍化也造成它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它可以用在很多 既然每个人都有 所以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身份证 悠悠卡 驾照 健保卡 还有那个 那个数位 把那个 那个 太多卡了 甚至 甚至有时候去 去申请一个台北市政府 那个图书馆的卡 所有这些全部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再一卡跟一通 连接起来 那很多资料都可以存在云端 所以 结果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二十年来 培着悠悠卡成长的很多 长官 还有很多企业 那这二十年来 我们终于从陪伴的客户的交通旅程 现在能开始参与客户的人生旅程 那 那 又有卡二十岁的今天除了继续自己 在一卡一户上面呢 继续成为全台湾最有特色的五现金平台以外呢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要吸收每一位客户 开启另一段永续而且永续的减碳旅程 台湾的碳排放呢 其中有14%来自于交通 那这个最主要当然就是私人运居 好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每一次你用悠悠卡达成大众运输 透过我们的数据应用 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碳排放的一个解约 好 那每一次的扣款都可以成为我们 为下一代永续的一个存款 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开放给所有卡佣 还有所有幼幼妇的会员 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吸收成功 减少了大概四十九座阳明山的碳排吸收量 那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可以为台湾的永续环境贡献更多 各位可以看到这几年来 尤尤卡公司的所有同仁 所思考的不仅是交通票证 而是走向旅程经济 思考的不只是小额支付 走向的是如何共享共创的一个平台 尤尤卡不再只是金融的商品 而是提供客户美好的选择的金融服务 其中在这几年来 我们尤尤卡公司也从台北开始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县市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 我们变成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数位转型的政策工具跟重要推手 也带给民众许多创新的数位体验 2019年我们在思考推出悠悠富的当口上 我们也在思考着所谓品牌rebranding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品牌再造的工程 从使用者的使用情境 我们归结出了 加值你的美好生活的品牌态度 加值是尤尤卡的特别的一个动词 我相信在其他地方没有加值这个字 美好生活是我们对于尤尤卡的期待跟愿景 尤尤卡从一开始的交通票证衍生到小的支付身份认证等功能 伴随着科技发展一一跨域结合 加值民众的生活 我在台北市夫妇的时候 与当时的智慧卡公司联络各界 成功的发行台湾第一张交通纯除纸卡片 当时当然主要只是为了捷运 后来不管是台铁 机场捷运 还有许多县市的公司都能使用 所以做到我们当初定这个名称的时候的含义 一卡在手 全台悠游 很多外县市的市民都有悠游卡 15年前 2007年 我到台南成功大学演讲的时候 我现场就做调查 我问他说手上有悠游卡的 占了三分之一 可见这已经是全台通用了 那么悠游卡本身也很争气 不断的求新求变 不再限于一种交通的出资卡 而且跟学生证信用卡各项服务合作 我2006年卸入的时候 悠游卡已经发行到670万张 现在已经超过一亿张了 变成我们全台湾最大的一种西红卡 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想起来1999年我上任的第一年 我刚好到澳洲开会 回来经过香港 在香港去考察他们的捷运 巴达通 各位都知道 我们很羡慕 但是当我们拿到三个第一名以后 2005年香港巴达通的朋友们 来台北考察我们的捷运 我那时候这是百感交集 差别很大 2008年我当选总统之后 悠游卡公司又推出一个 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副总统 就职典礼纪念悠游卡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 国家的元首出现在悠游卡上 而且限量贩售2008套 刚好2008年 每套700元 贩售所得140万 全部捐给红十字会 作为大陆四川汶山汶川大地震之用 所以他得了140万 我一毛都没拿到 他这样用给我非常感激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两岸之间有一些友谊的互动 让人民培养一种友谊 友善的感觉 不是一天到晚骂来骂去 我们经过长时间努力 有非常多我们的同仁 我对他们非常感念 因为在悠游卡十岁的时候 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悠游卡变成了小额的现金卡 那个时候就是不只是你在超商便利商店 或者任何地方悠游卡就可以使用 其实我自己前几天在中南部 我到一个庙宇去 结果庙宇的主持反而告诉我 他说好市长 你知不知道现在要捐香荣钱 也可以有悠游卡 我说我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跟慈慧堂一起开始这件事情 而当时努力的刘一辰董事长也在这里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悠游卡 在开始的时候交通卡 一卡再送悠游全台 到我们变成现金卡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传达一个进步的观念 把这个进步的观念落实到生活里面来 同时改变市民生活 我们现在来看 电子支付电子转账 已经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可是当时 悠游卡可以讲 悠游卡可以讲 到现在为止 都是全台最大的一个电子标准 在我2010年的时候 我记得一天 悠游卡转账300万笔 那时候全台的特约厂商 超过一万多家 那是2010年的时候 悠游卡10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它最大意义是 我们引进了电子支付的观念 而这个电子支付观念 不仅改办了台湾 甚至台北民族的消费方式 甚至现在 也变成全台最普遍的一个付款工具 悠游卡20年来 除了多元价值应用 也展现无限创意 各种不同面貌的卡片 也是民众爱好收藏的产品 近年悠游卡公司 伴随着数位转型有成 未来愿景也将朝向客户的人生旅程 及简碳永续努力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暑假期间 是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高峰期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与国泰慈善基金会 举办青春不要毒 三铁奇缘活动 邀请青少年体验单车 路跑及游泳三铁乐趣 并结合艺人蔡凡希 反毒影片 死神首映会 鼓励青少年展现自我意志力 坚持青春不要毒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跟你家人关系真的很差耶 跟你家人关系真的很差耶 他们人要帮你 跟你们说 胡思涵昨天在宾馆里 快要倒闭了 对了 我是死神 我是死神 反毒影片死神 由曾经演出电视剧 通灵少女 及电影月老等剧的艺人蔡凡希 搭配素人学生呈现真实感 以死神吸毒者及家人 与学校同学间互动 凸显身边的人多一分关心 就能帮助吸毒者远离毒害 我是死神 是死神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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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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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 这个影片刚刚 总是也有介绍 他是由这个 主演过 通灵少女跟电影月老 或者再说一次我愿意的 有知名这个演艺人叫蔡凡希 就是刚刚那位死神 他演出 刚刚我们看这影片 他分别从家庭 还有从学校人的角度来说明 在你周边 可能出现了 对你有影响 或者有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多花一点关心 多这个 多一点关怀 你的同学 或是你的小孩 或是你的亲人 就可能远离毒品了 这个危害 那我觉得这两支影片 是非常有教育的价值 然后他以这个死神 跟吸督者的家庭跟同侪 来贯穿全场 这是其免正在面临彷徨的青少年 他们有勇敢去留一个决心 另外我要说明的是 刑事局长久以来 我们在宣导层面上面 不断的推陈出新 然后从结合网站 新兴的网站 运动 音乐 像刚刚这些的这个影片等等这些 都是企图要深入青少年 因为教条式的宣导的新闻 他们不见得会看 只有这些能够带动人心的 这样子的影片音乐 才能够打进青少年他们的心里面去 准备好了 倒数 3 2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与国泰慈善基金会 举办青春不要读三铁奇缘活动 除了反读影片死神首映会 更邀请青少年体验单车路跑 及游泳的三铁乐趣 鼓励青少年展现自我意志力 坚持青春不要读 这次的活动 我们这个三铁奇缘的活动里面 来参与的 今天有很多 包括我们院面的院童 还有我们主动帮我们参加的 胡高中生 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 待会我们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启动跟授旗的仪式之后呢 他们就要骑着这个铁马 要进行三项的训练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 我们的除暴特勤队的选手 他们今天应该是不是重装了 但是他们会陪着大家一起 参加这个训练 那同时也这个传递 跟青少年传递一些相关的 反读知识 来鼓励青少年未来要克服逆境 勇敢拒绝毒品诱惑 把这个 反读跟剧毒的这些概念 能传达到 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最后呢 是要说明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暑假了 那暑期 我们最重要的行事距离专案 叫做青春专案 也已经开始入门入土了 那我们会积极的推动 刚刚这两支片子 在我们各个的网页 跟管道上面把它推展出去 然后也希望就是 藉由今天这个活动能 扩大更多的能见度 让我们所有的青少年 都能感受到阳光 青春的气氛 幻起社会上共同重视 反毒的意识 创造一个安居热业的一个环境 暑假来临 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 也已执行中 除了透过青春专案 让青少年朋友远离毒害 刑事警察局 将透过持续宣导 及网络媒体 推播反毒影片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的诱惑 记者林奇慧 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